108会考第18题 图12的摩天轮上以等间隔的方式设置36个车厢 车厢依顺时针方向分别编号1号到36号 且摩天轮运行时它是以逆时针方向等速旋转 旋转一圈花费30分钟 若图13表示21车厢运行到最高点的情形 则此时经过多少分钟后9号车厢会运行到最高点 题目告诉我们它有36个车厢 也就代表说今天36个车厢绕成一圈的话 中间也会产生36个间隔 那么车厢与车厢之间呢 我们来画出来 和圆心连线之后 它的圆心角就会占10度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看21号车厢在顶端的时候 如果这一个是21号车厢 那么9号车厢应该会在这边 那么21号车厢和9号车厢之间 它们会有12个间隔数 21-9它会有12个间隔数 那么这12个间隔数每个间隔都是10度的话 它就占了120度在这个角度里面 那么也就是说9号车厢继续旋转 它必须要转出240度的角度 它才可以到顶端嘛 今天我们知道360度转了一圈需要30分钟 那么240度需要几分钟呢 我们来列一下比例式的关系 360度比上240度 和它的时间会乘相等的比 它会30分钟比上多少分钟呢 我们可以透过前面比例式先约分 用120约后它会变成3比2 那么再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内内外外的乘开 我们可以得到3乘上X3X 2乘上30得到60 推得X等于20 也就代表说今天9号车厢 要转240度到点端还需要20分钟 所以答案我们找到了选择B选项